大家好,我是阿凯,我现在迎南其境 基地城区呢,只有五六公里 基地公交车站呢,只有几百米 今天找到这套农村房子 是在院子,二层的平房 这边车呢,可以开到这个侧面 小一点的车呢,也能开进去的 这边是街通的水电 看看这边的围墙,上面的是红砖房的 但是房屋结构呢,挺好 现在是进院子,看一下院子里面 现在院子下面就是派老房子 房东他妈妈住着 那边是两个卫生间,在那里 那边有仙人长 这个院子呢,差不多两百多瓶啊 然后这边呢,是造房,厨房 那边也是广造房 上面是二层的这种平台 房间挺多的,适合做民宿啊 旁边呢,就是风景也好 空气也好 下面这里就是葡萄树 一点葡萄 这边下楼梯,下来 往这里过去呢,就是房东他妈妈住着 这边是一大颗仙人长 你看仙人长长得一排一排的 像梭子一样的 卫生间是在外面 南侧你侧 然后这边两边就是厨房 那边就是院子里面,看看 上面是二层的 你看房间是三兄弟的 对起来就是三兄弟 下面是六间房 上面也是六间房 还有一个平台 平台也比较大 接着房子呢 房东是接通水电 刚才也是刚找到 打给房东呢 因为他是三兄弟 目前在报价格给他们 跟他谈价格 谈下来可能是视频 标题呢 就会在那个价格在里面的 我们现在看看这套房子 这边是一间 打开了门 这边是一个小厨房啊 以前是开小卖铺啊 这边是个铁窗 上面是瓦屋结构的 这边是一个小厨房 再看看燕子 燕子呢比较大 我们这边看过来 你看前面这间呢 差不多有20坪左右 是一个套件的形式 后面还有一个后门 这个门进来呢 差不多10到15坪 后面有窗户 顶是这样的 下面跟上面的后形式一样的 那边就是两套造房 那边瓦掉了 倒是要弄一下瓦 从这边上二楼 二楼这边是宽的这个阳台 也是三套 用三兄弟的 报价给他们 我说我给他5000块一年 这一大栋房子加燕子 大儿子的时候说是 大概他三兄弟商量一下 这个价格合适就可以租了 你看看燕子呢 就是这样的 下面也比较大 旁边呢 就是树木 株林 你看那边 对面呢 就是水库 到城汽比较近了 只有几公里 看看这套 这套下面的户型 跟上面的户型也一样的 但是后面那套也是一样的 但是房东没打开 钥匙搞不开啊 这边也是一样的户型 这边是一个长廊 看看 下面就是砖的结构 两个烟囱啊 那边是一个烟囱 这边就可以做厨房 房东说那边 到时候要租了 他妈妈搬走 下面那个老房子 也可以用的 如果搞出来 这个打造出来 搞成个民宿 环境也好 房间也多 这个还不错 这个阳台呢 它是100道坪啊 阳台比较大 那边是日落 可以看到 今天的日落 比较漂亮啊 那边是朝西边 亦南农村房子 大部分都是坐西向东的 这边是 坐北朝南的房子 没有 因为它气候好 所以不讲究 这个朝向问题 再看一下院子里面 现在站在平台 这里就是院子里面 这是房东他妈妈 这个房子呢 房东就是通水通电 这房子哪里修涮了 哪里坏掉刮白了 都是自己弄 也可以牵隔十年十五年 几百米坐过公交车 也可以到城市去买菜 出行是比较方便的 你看周边都是 没有什么邻居 没有什么房子 那边就是邻居 隔了几十米 下面呢 这是邻居 也是老的房子 都搬掉了 这边呢 是也住了一家人 这边也住了一家 这家呢 是只有一个人住着 好了 这个房子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阿海 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